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国第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国勇 立法院今天开会的场面非常火爆 有激烈的争吵 也有肢体的冲突 当然最在乎声量的那个人叫做黄国昌跟徐巧新 自然不会错过机会 好好的表现一番 不过会不会像小丑那就各自解读 可这名排队签到 他排在黄国昌后面 就黄国昌排前面的人转过头来 狂吼后面的人说 插什么队 插队 奇怪 他有插你的队吗 有插到前面去吗 结果你看他那个嘴脸 凶恶 那种凶恶的嘴脸 再加上他很喜欢喷口水 就口水乱喷 喷的另外一个立尾满脸的口水 只要把他的脸推开 然后他马上就顺势喊说 打人 哇 这个声量当然马上起来了 然后呢 马上梗涂就会出来了 可是如果看个影片就发现 黄国昌 你会不会觉得太离谱了呢 网友都在问你 至于徐曉信 那更是表现出色 怎么出色呢 在异常里面吹直笛 奇怪嘞 直笛一般来讲 是小朋友在吹的 在学校 尤其小学 小学生才会吹直笛 他拿个直笛去吹 难道这直笛代表什么吗 等一下来宾会告诉大家 很有意思的 然后呢 拿个旗子 拿个民进党的旗子 想要放在王美会立委的脖子上 然后被发现竟然把手放在其他 蓝尾的表决器上 又来一次 把国旗放在人家的脖子上 然后呢 接下来又被发现 他把手放在表决器上 这两样东西的卖力演出 加上吹笛子的卖力演出 他是打算用陈玉珍来抢蓝营的 女战神这个名号吗 大家以为 这样子就忘记他身上背的 那一些所谓的家族的 詐欺洗钱案吗 然后我们看看再过几天 赖金德就要就任总统 虽然美国再三的警告 警告中国不要轻举万动 不要挑衅 不过中国小动作仍然不断 所以在这个时候 蓝白立委还是质疑在520之前 要去太平岛考察 那到底他们去干什么呢 是要跟中共唱和 还是真的有心要宣示 台湾的主权呢 看起来大家都在问 好像跟中国唱和的成分 是不是大一点 大家在质疑 这些议题值得大家来探讨 现在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 曾经专家 徐清旺 永哥好 我们的台中市议员周永宏 永宏 永哥好 大家好 我们曾祖宗美园员张艺赛 艺赛 永哥好 大家好 我们资深眉田 陈明峰 明峰 永哥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职业律师 黄帝永定 朱晴 大家好 我们国民党前中常委 田芳伦 芳伦 部长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看一下 正义法案今天要表决 结果蓝绿 身高冲突 不只身高 我看是非常高 不过怎么高 我是觉得好像没有以前 94年 95年 96年的时候高 我等一下告诉大家 为什么 民进党团动员 着轻便服装 特别交代 不过国民党是呛下说 展现钢铁的决心 就傅宫齐很嚣张的 站到了议长 也就是立法院院长的椅子上 站在议长的椅子上 从来没见过 这是第一次 所以绿营的立委就说 傅宫齐啊 你确实把韩国瑜踩在脚下了 因为这张椅子 是立法院长专做的 只有他能做 以前还有全院委员会 主席还可以坐在那里 全院的委员会 但是 现在全院委员会 都已经改到九楼去了 九楼的大礼堂去了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 所谓的全院委员在这里开了 所以这里是 立法院长专做的 他竟然可以站在上面 在早期 任何状况 从来没有人站在 立法院长的椅子上面 所以他是把立法院长 把韩国瑜踩在脚下呢 然后看看这边打成一团 立院激烈全武行 多人挂踩 国民党困说 耐青岛要负完全政治责任 那不是国民党也要负责任吗 所以轰 蓝牌联手强度国会滥权的法案 绿营像说台湾民主支持 让国际看笑话 这怎么一回事 我们来看看 朝野在议场打仗的样子 大家看一下 立法院17日 陪定审查蓝白党团合推的 国会改革法案 为了抢先地案 朝野立委不到7点 就先在议场前 爆发激烈肢体冲突 立委郭国文推击到 连鞋子都掉了 钟家宾眼镜被撞坏 大门都被激烈 在议场内 蓝白又联手 以人数优势 抢占主席台 民党立委不甘示弱 双方可控叫嚣 立法院长韩国瑜 在国民党立委 护驾下 紧到议场顺利宣读法案后 国会改革表决站 正式接目 直接来因立委 成了韩国瑜的左右护法 就是要阻挡民党团 冲上主席台 我们对议委进行表决 我们按理7分钟 直接含国瑜宣布开始表决 一旁的蓝英立委 一个个表情尴尬 因为不回到位置上 无法按下表决钮 顿时进退两难 就怕离开主席台后院失货 逼得蓝英立委 只能在议场里折返跑 宛如大逃杀 另一位许巧新更被质疑 想趁乱待案表决钮 美如君叫小罗下来 不要待案哦 我帮你看着哦 许巧新不要待案哦 国会无法修法 来因立平17日要三度过关 但仇语冲突更是一波结一波 郭国文突袭主席台 黄建豪丢椅子反制 经过一天的激烈冲突 表决依旧没结果 恐怕得挑成野战 所以看到了今天的乱象 我不禁感慨良多 为什么 因为现在立法院的多数党是谁 是国民党 一般来讲多数党会不会 在主席台围起来会 因为他们要让主席 可以来主持会议 可是从来没有多数党 会站到主席立法院长的 这张椅子上 从来没有过 这是第一个 那少数党会不会去抢主席台 会 可是他抢主席台 也绝对不会站到主席台 那个位置上面 他会把主席台那张椅子 甚至搬走 让你议长没椅子可以主持 他不会把那张椅子给站起来 会把椅子搬走 为什么 因为那张椅子就等于立法院长 你踩在椅子上 极端的不礼貌 何况你是立法院的多数党 你只要把主席台围起来 让主席可以从这里出来 一般来讲 他会在这里形成一个人墙 让主席可以从门出来 然后可以主持会议 都是这样子而已 可是我看到国民党这一次离谱到这种程度 以前国民党在绝对多数 多数到绝对多数的时候 那种绝对多数是只要派三分之一就赢你民进党的时代 因为民进党都撞到13个而已 在那个时代 也没有这样子 所以这怎么一回事呢 所以你从局外人 因为你不是立委 所以我叫做局外人 但是如果以全国民众来讲 每个人都是局内人 怎么来看今天立法院的冲突 今天立法院的冲突 基本上我们对他就只有三个结论 基本上叫做咆哮口水跟动作片 但咆哮口水跟动作片 坦白说也不奇怪 这个最反常的部分是在于说 第一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国民党是现在立法院的多数党 多数党 多数党去占领主席台 本身就是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会议的主席 也就是立法院院长 本身韩国就是国民党党籍 那是你们家的 你有需要让党团的总招 特别再去踩在那个主席台上面 再再踩一次吗 这很怪嘛 他不需要占领 占领那个主席的位置 所以傅昆吉去占领这个主席的位置 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很奇怪 因为那个本来就是你们国民党党团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 这个立法院的少数党要做抗争 或是立法院少数党 因为他是少数 所以他要凸显议题 他去做议事的杯葛 这是很常见 也很正常的 所以呢 会有各种各样的道具 手段 表演方式 去凸显出他们想要凸显出来的议题 但是现在很奇怪 国民党是立法院的多数党 今天最多的道具 几乎都是来自于国民党的立委所准备 等一下我们会秀给大家看 光是许巧新一个人就准备了三宝 哪三宝呢 他准备了喇叭直笛加气笛 哇你想说他的嘎息传达这么多 所以多数党的政党在国会里面 反而变成是这个动作片 跟准备道具表演的主角 这个其实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 这个看起来是比较怪怪的 是不太正常的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 今天立法院光是一张又一张的照片 大家看了 大概就会觉得这个看了 会觉得这个也有点 会让大家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 第一个来你看 这个今天在网路上 一开始传最多是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早上就开始 迅速在发酵的 这张照片是谁的照片呢 是黄国昌跟柯建民这个总召 他们在排队的时候 签到那时候的照片 这张照片吊诡在哪里 这个这个都已经是后面 大家炒开的时候照片 这张一开始呢 黄国昌对后面的柯建民总召 他在咆哮那个时候照片呢 事实上大家觉得最奇怪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间点呢 黄国昌转过头 对柯建民在讲是讲说 可以这样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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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讲了好几次 你光是想说排在前面的人 转头对排在后面的人 讲说可以这样插队 奇怪 你不是应该是对排插队 应该是在你前面 那个人才是插队吧 应该是对前面喊 怎么反而是对后面的人喊 说可以这样插队 而且那是很近距离的 接近快靠近人的脸 可以这样插队 所以这时候民进党的立委 郭国文这时候就进来 就说他到这里面来 就叫你不要这样大声 这样子叫 结果黄国昌这时候叫更大声 因为太靠近了 然后郭国文把他脸拨开的时候 黄国昌就转成这个打人 打人 结果在这时候 这整个场面 你看这三个人在这边 就形成一个看起来像 大乱斗的咆哮状况 这里面的咆哮 加口水的数量 让很多人今天早上看了 就觉得说这画面看了 时代是很不舒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除了黄国昌之外 今天立法院道具用最多的 应该就是徐晓鑫了 徐晓鑫光是乐器的部分 就喇叭直笛加气笛 光是用直笛就表演了 国歌国旗歌 表演到什么程度呢 表演到立法院长 一样是国民党党籍的韩国瑜受不了 为什么韩国瑜就直接请他 不要把议场议事程序里面 这个不必要的东西 带到现场里面来 不要叫请他把它撤下去 不要再继继继续这个垂直笛了 那所以这个垂直笛的动作呢 你明显在现场呢 这是一个作秀的动作 结果呢 竟然有媒体标题把它吓成说 徐晓鑫的直笛在疗愈了 异常的大家 我想这疗愈到底在哪里啊 这完全听不出来啊 所以你再看下一张啊 下一张呢 徐晓鑫的道具实在是有够多 他道具还准备到 连民进党的党旗都拿出来 拿出来要干嘛呢 去勒另外一个 这个民进党立委 去勒这个王美慧他的脖子 意图要勒 但是看起来是没有勒成功 可是呢 这个动作就让你看到实在是很大 另外一个这个照片呢 则是你看 这边有一个戴头盔的 这个人是谁 大家想猜猜看这个人是谁 这个头盔呢 其实应该从上一次 他已经准备好 这个人叫陈玉珍 陈玉珍从上一次呢 戴安全帽跟戴头盔 大家都有准备 所以呢 这张照片里面 是陈玉珍去拉扯 黄杰的头发的照片 所以这里面的全武行呢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所以大家再说 今天呢 看起来呢 这两位国民党的女立委 一位陈玉珍 一位徐晓芯手上准备的这个格西 真的是很多 你看徐晓芯又有准备乐器 乐器组的 然后呢 你看他光是在手上跟脚 这边互玩互聚的准备有够多 像这个我印象中 这好像是这个训狗师 面对狗的时候 怕狗咬的时候 让狗来这样 不是这个有时候 如果有这个互走这些 要架拐子的时候 才会够力 那就变凶器 本来那都是凶器的一种 对啊 所以你看 今天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被架拐子 我不知道 但是架拐子的时候 有被架拐子 因为架拐子的时候 如果你有互吸互走的话 架拐子再架上去的话 那个力道才是可怕的 懂不懂 你们要看得懂 因为我以前在立法院 我等一下讲我的故事 给你们听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下一张照片 这里面也是今天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是更不需要的事情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个有国民党立委呢 去对民进党的立委 吴思尧做人身攻击 说你这么老了 你要讨论议案就讨论议案 你要讨论议事就讨议议事 甚至你要表演 你要抗争都没有关系 但是去做这样年龄上的人身攻击 请问你就不会老吗 所以这些都是让大家觉得说 今天在国会里面发生了荒腔走板的动作 但是回过来讲 这个国会今天很多人在解读 就是说国民党跟民众党要发动在议场上的 这个大攻击大突袭 其实是意料中事 只是大家会认为说 这里面呢 有几个部分是比较突兀的 一个就是国民党自己不要忘记 自己现在是立法院的多数党 立法院院长副院长都是你们的 所以呢这个包围主席台 有些过当的动作 就占领主席台 这些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另外一个是国民党 你自己现在是国会的多数党 所以你们自己党籍的立委 拿出这么多的道具 在立法院里面去抗争 抗争到你们自己的预长 就立法院的院长都受不了 受不了呢 就要出来做制止的动作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看了呢 会觉得这个看国会的抗争 第一次看到如此之荒谬的原因 所以看到了你看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叫徐巧新 你看全身硬装备 全身都是硬装备 那这个人陈玉珍 戴头盔他常常戴 每次都这样 然后呢这个人在吹子笛 我们知道 先吹子笛啊 其实 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就是乐队的 我吹的是法国号 因为吹子笛之后在小朋友 小学才会 小学生才有子笛队 他吹子笛 不过听说现在吹子笛不是小学生 等一下 放轮队告诉大家 最年轻的看法 最年轻的看法 好 网树是你们是国中生吗 然后他要带着这个 这种是小朋友在玩的喇叭 小朋友在玩的 吹子笛破音 让吵架议场都沉默 徐巧新竟然说 我在陶冶大家的身心灵 所以徐巧新快把笛子收起来 韩国瑜宣告不得攜带违禁品 为什么 因为韩国瑜听说 他听徐巧新吹笛子 听到受不了 太刺耳了 所以呢 叫他收起来 现场绿委一阵欢呼 这蛮有意思的 大家看 黄国昌多离谱 作秀还抹黑 绿营说柯建明依序排队 柯建明是排在他后面 你看黄国昌排前面 在这里签名 往前 他在这里 他的后面 突然间转过来 说你插什么队 奇怪 要插队哪有人从后面插队 他在说什么 所以就显然 我不客气的讲 黄国昌 你的指控也太离谱了吧 勇哥这边我帮你补一下 你知道这个行为 我们看觉得很突兀 对不对 你知道今天是 因为昌粉 黄国昌的昌粉 今天看到黄国昌的动作 比如说黄国昌跟郭国文吵架的时候 跑去郭国文那边留言 然后骂郭国文 对不对 你知道他的动作是做到 今天连小草都看来觉得怪怪 他说现在一直在洗 这个国冲 突然转头喷这个柯建明 有谁知道为何 国冲突然转头骂人吗 然后下面还有小草说 我看了影片 其实也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要转头骂人 连小草自己看来都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要突然转头骂人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要声量 因为媒体在旁边 有媒体他就发狂了 哪有人像后面的人 说你插我的队 哪有这种事情 郭国文出面自止 照黄国昌咆哮 你看他那个咆哮的 你看多凶悍 然后喷得人家满脸都是口水 所以人家就把他拨开 黄国昌跳针 和柯建明插队 呛郭国文打人 所以网友一遍酸 说什么 碰瓷啊 你是碰瓷的一哥啊 那黄国昌说 我不是被推脸 而是被打 郭国文你太离谱了 耐静德出来表态 你干脆叫拜登出来表态好了 你这么会跳痛 一下子跳到那里去 这跟耐静德有什么关系 好 我们再看 黄国昌今天受访 抗议者怒呛他 他受访的时候 抗议者在旁边怒呛他什么 黄国昌 你黄国昌的良心 跟头发都不见了 朱立伦深夜 立愿探班 握手黄国昌 这前一天 说什么 黄国昌是我们新北的 你看 所以我们这里面 有名义代表 这也太离谱了吧 勇哥 这个太离谱了 我必须讲 这要用黄国昌的方式 太离谱了 真的太离谱 今天的国会 你的脸 你的脸太和蔼 可亲了 而且我没有口水 你看他这个脸 你看他这个脸 喷得这样子 你刚刚这样太离谱了 如果是黄国昌的话 如果是黄国昌的话 那如果徐清晃没有感受到我的口水 表示我不够力 而且发酵再嘟起来 我没有办法 你那个脸庞啊 太可爱可亲了 你看他 你看多凶悍 你看 总把是这个样子 你看 下次大家带一颗 譬如说乒乓球什么 他这样一喉 你就把他塞进去 这个方式 可是我觉得国民党今天这个乱象 说真的他是打着民主反民主 他完全没有正当性 我讲几个 第一个现象是什么 第一个现象就是说 过去民主进步党在勇哥 甚至更早的时代 那时候抗争抗争什么 民进党不是少数党而已 民进党不只是在野党而已 更早时代是老国代跟立委 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没有经过民意洗礼的 是增儿的立委 这些有民意的 新的民意基础去抗争的 那时候没有一个国民党的立委 是有啦 当然有增儿立委 可是大部分主席什么 全部都那些老立委嘛 这个是民主化的正当性 抗争有没有正当性 第一个国民党今天 没有任何正当性 第二有没有这个必要性 很重要哦 主席是谁 韩国瑜嘛 韩国瑜是国民党的吧 立法院多数党是谁 国民党嘛 再加民众党嘛 奇怪 你们多数的 你们去占领主席台要干嘛 一般都是少数表决不过 才会去抗争啊 你多数的你要去占领主席台干什么 这只有反映了两件事 第一个 傅昆奇要给韩国瑜难看 傅昆奇要给韩国瑜难看 这个是傅昆奇在内斗啦 为什么怎么讲 傅昆奇要给韩国瑜看的 第一个是程序上 等一下议上会补充啦 程序上今天的案子 傅昆奇根本就没收掉韩国瑜的 之前的政党协商权力 他直接让他禁腹二毒啦 所以他是第一个 傅昆奇还展现说 国民党加民众党的这个小黄 通通通是我的人 我怎么玩这个程序又怎么玩这个程序 我今天在多数党占优势的这个地方 我还要去占据主席台 你占据主席台踩到主席台上面干嘛 你占据主席台就让主席好好上去 我第一次看到多数党的这个党员立委 总召站到多数党选出来的主席台的主席座位上 你知道主席台可以占领 主席座位从来没有人会去把他站到上面 这是我原因 我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叫chairman是主席 因为在过去那张椅子代表权威 所以过去民主进步党在任何党在抗争的时候 包括国民党在抗争的时候都是把椅子搬走 没有人会在主席台的椅子站上去 因为chairman的chair就是代表这个人chairperson叫做主席 而你站到chairman chairperson的椅子上 你就是把他踩在脚下 我说这傅坤其实在逼宫 第二个我说到底今天这件事情 就现在全台湾国人有谁知道今天议题的重要性是什么 有谁知道今天是什么议题 他不让你讨论 你如果今天好好讨论表决 大家还知道这议题是什么 傅坤其国民党完全就没有想要跟你讨论 他就要把他搞烂掉 搞坏掉 把所有民主程序都搞坏掉 我告诉你 规则是有意义的 如果说没有规则叫做街头斗殴 为什么全世界都有一个意识规则 因为不是意识规则就要街头斗殴 国民党今天搞法就用街头斗殴 街头小混混 小太妹小太保的方式来对付你 你看许晓星是不是这样 你看看这个黄国昌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已经是打着民主反民主 刻意选在下礼拜一 五二零就职前 大乱搞大乱斗 然后国际媒体看到台湾在总统就职之前 看到是你看台湾国会乱象 然后我相信这两天 这个央视 就中国的电视台一定会讲说 你看台湾的这个制度很乱啊 民主政治很乱啊 什么什么 就是国民党傅坤其他们要的东西 所以看到了画面曝光了 许晓星试图拿民进党的党籍去勒王美慧的脖子 这个是谋杀 这个有时候一个不小心是会挂掉 所以我整个网炸锅的时候有够悲虐 谋杀你看他拿王美慧在这里 许晓星在这里 他拿棋子把王美慧整个套到他的脖子上把他拉过来 然后就一勒一勒 这实在是很悲虐很可恶 非常可恶 所以我们看看他又来了 你看按到别人的表觉器上面 你看他的手在这里 招宜待案 互助罗廷伟表觉器 许晓星哀嗆 爱检举怎么不举发自己 所以许晓星真的离谱 有够悲虐谋杀这样子 我再让大家看 许晓星 你看拿了这么多的东西进来 笛子 这怎么一回事呢 所以电影怎么来看 许晓星这个现在是比较含 含得连国民党的议長 这个国会立法院院长韩国瑜都看不下去 跟他说 那个跟议场无关的东西不要带进 跟议事无关的东西不要带进议场 连他们自己国民党都看不下去 许晓星这个的表现 其实某种程度也在转移之前的焦点 一开始用过去说前一段时间 他自己家族的这个 不管是詐欺或者是洗钱 到后面变成泄密罪 再去干外交部 到今天他十八般无意 全部拿出来 吹到破硬 那韩国瑜受不了 你看媒体抢劇 除了早上的黄国昌之外 下午就是许晓星整个表现更加的顺利的转移焦点 但是我想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过后 他的法律上面的争议 不管是泄密也好 或他家族的那个事情 还是会持续下去 今天只转移一天的焦点 另外一个 刚才我们前面说到 黄国昌你看今天的表现 哇 那这个是网路上的梗图 这跟网路网友界的 因为这个对照其实很清楚 黄国昌遇到柯建民 他是转过头去跟柯建民 说后面的人插队 正常看完整个影片的人 都知道说 那有可能后面跟你插队 而且那个 有更多媒体捕捉 那个画面是说 黄国昌排在那边 柯建民走过来的时候 其实黄国昌后面没白人 所以根本没可能插队 走过来他还泰下有媒体在拍 看到 转头看一下 看到是柯建民 再转头开始咆哮 所以他酝酿的一个过程是 有媒体又是柯建民 刚刚好 所以这个这个影片 在网路上很多 你看那个嘴脸是这样 但是前几天是怎样 这是傅昆琦 傅昆琦摸他的头 这在网路上都被人家笑 说好乖 好乖 就像你亲戳的这个对照 你遇到柯建民也好 遇到民进党是这样的嘴脸 遇到国民党的副总招 马上变成这样 这个跟过去 他现在是民众党立委 不要说他以前在时代力量 怎么评价傅昆琦 民众党的立场是什么 民众党的立场是说 傅昆琦涉及 他当时判决定验 他涉及的这个证交法 是判决定验之后 入狱去里面 在入狱里面当立委 所以民众党当时的立场就是说 这种立委应该解职 这只是民众党的 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关的时候 还拧薪水 还在还在里面行使立法委员的职权 太离谱了啦 太离谱了 所以不要说以前时代力量的黄国昌 是怎么评价傅昆琦 他之前的前科 或者是在监狱当立委 这个是民众党 至少他现在是民众党籍 民众党的立场也认为说像傅昆琦 这种判刑确定的更生人 他当时在监狱里面 当立法委员应该修法把他解职 这个是民众党的主张 结果你看到黄国昌 现在的立场是民众党团的总召 被傅昆琦仗着摸头 这个多荒谬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是什么 其实大家回过头 去看今天这样的一个闹剧 国会蓝白的这个运作 大家都忘记说 今天主要是要讨论什么 蓝白去讲说 我们要国会改革 他是假借国会改革之名 行这个扩权 违宪扩权之史 为什么这样子讲 今天这一个法案 说国会改革的法案 蓝白直接没收讨论的空间 在四月十五号的时候的委员会 国民党蓝白去主导是说 立法委员职权行司法的修法 五十五条不要实质讨论 在这里五十五条都不用讨论 到五月十八号协商的时候 六十八个条文 只讨论到前面其中四条之后 结束所以里面六十四条文 都没讨论 所以小博不知道说今天是在乱什么 他要塞蓝白假借说 这个国会改革 你看黄国昌讲的 抑正言辞说 国会改革是你们的承诺 结果那个内容 其实不是国会改革 台湾里面包括说 在里面的这个藐视国会罪 为什么让欧洲商会要提出警示 欧洲商会外国商人在看什么 台湾的投资环境 如果因为藐视国会罪通过之后 是不能得罪立委 很多人去质疑说 为什么欧洲商会只对台湾 美国有藐视国会罪 那是黄国昌讲的 美国也有 美国藐视国会罪要遵守正当法律程序 国会过了之后 要送司法部第一层把关 司法部把关认为 如果你是政治斗争 我就不送 后面还有大陪审团 公民选任 他们的司法部就相当于我们的检查 法务 法务部 后面大陪审团是公民选任的 去做把关是说权力制衡 你国会认为是藐视国会 那我这边公民组成的大陪审团 是可以否决国会的决定 是说我认为不是不起诉 所以人家是正当法律程序 跟权力制衡 就国民党跟民众党 提出来的版本 没有把美国的正当法律抄进来 难怪人家欧洲上会怕 说我在台湾投资七百亿美元 七百亿美元 结果你现在通过了这个法律 是跟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 不相符的 你只有扩权 你这样扩权 让人不敢去得罪立委的话 所有商人投资环境都差 所以整个人 人在说我国会改革 是最少看得很清楚 你跟美国就不一样 你跟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 不一样 藐视国会罪 就完全不一样的程序 你在这里面 只是增加立委的扩权 这个对台湾的投资环境 对台湾的经贸 是很严重的冲击 所以今天打这种 打这种假 转移交点 如果真的要推改革 真的要回到委员会 逐条去讨论 跟社会做一个说服 你明知知道 你要做什么 我最后不跟你说 欧洲三会 跟你说 我在台湾有五百金公司 我在台湾投资七百 他的美金 但是我现在发布警示 台湾有法治上的危机 我补充一下 因为观众朋友可能不了解 美国的藐视国会罪的由来 有一个很重要 为什么 美国是标准的权力分立 我们台湾跟欧洲是权力的融合 就是说立法跟行政部门 立法可以咨询行政部门 美国的国会是不能直接咨询行政部门的 换句话说 他只有启动调查听证的时候 他才能叫行政部门官员来 所以因为因着这个关系 他怕你不来 但我们宪法很清楚 是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立法委员可以咨询行政官员 换句话说 美国治这个国家标准的总统治 所以他要特别用一个藐视国会罪 因为怕你不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因为听证的行使 也会涉及一般人民 所以一般人民的时候 才有这个万块 那如果今天国民党 这藐视国会罪 不仅是逾越了本来立法院 就可以咨询行政部门的这个权力之外 他还可以随便 为什么欧洲商会担心 可以随意的 比如说徐清皇 我觉得你在言论上节目讲的不对 叫你过来 你不来我就说你有罪 这是为什么欧洲商会 美国商会担心的原因 那这些重点让大家知道以后 我们要回头方论 吹这种笛子 其实真的是 因为我在小学教过书 我是小学老师 我非常清楚 我在我以前读过中学的时候 我还是乐队 我一直读 所以我经常说 以前年轻的时候 家里穷 假日 因为我是乐队的会吹乐器 还去吹西手米 我们那时候吹一次 因为学生会被剥削 譬如说大人吹可能 吹一场就两百块 送账的时候 以前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现在送账没有这一种 以前的账礼会有乐队 跟着走这样子 所以 所以 因为如果大场合的话 大场合 可能他们需要多一点的人来乐队 所以他都是学校去找这些 会吹乐器的军乐队的乐队的来 家里穷就去吹 你知道吗 一家族 如果一般的大人两百块 我们这种孩子都一百 所以 但是一百也不错 所以我知道 但是 这种笛子 真的是小学生在吹的 小学才有这个 所以蛮有趣的 那他为什么去搞这个来呢 我再搞不清楚 后来听说 现在这个吹笛子是 有意思了 夜生活一种 也可以说夜生活一种 这个是现在年轻世代 很流行的一个梗图 一个游戏 因为包含很多的DJ 或者很多的这个活动 他们会去号召一群人 有点像快闪住 大家一起来吹笛子 在夜店 对 有有有 所以我就说 巧星其实他非常聪明 他一直用一些 很有趣的时事梗 用这些 我说老实话 他今天包含他吹笛子 他接触到的民众 绝对不是我们一般 现在在看电视的民众 我们接触到的 可能是那些二十的 二十出头岁 有没有 甚至晚上他有 说明很期待 这个东西可能会被剪成 很特别的这个迷音 放到网路上 然后让这些夜店的人 来欣赏他这样子 所以巧星的策略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 用很年轻人的方式 去做这样的 可是都吹到连 连预奖都受不了 对 因为走音什么 所以韩国瑜说拜托 不要再裂了 而且那跟议事无关的东西 是不能带进去的 是啊 他怎么可以带进去的 根据安全维护管理要点 会议时委员不可以带 麦克风 旗干 棍棒 喷漆 蛋类 汽油 刀械 武器 暴力物 等于议事无关 那今天这个质题 有没有与议事无关 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要去解释 院长要去做处理 院长已经说无关了 所以院长处理了 以后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不会再发现 就我只我只能说今天巧新这个行为 就证明了一件事 他要一直去接触的是他的梗啊 他的年轻选票啊 他去经营他的年轻人 就是许巧新只要做秀的意思啦 许巧新的意思 他还是故意违反规定带笛子进去 所以表示这个人是一个不守法的人 这个人是一个不遵守法律的人 所以这种人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么讲啦 不过 哎 阿芳伦 为什么你们议长的椅子啊 你们立法院长的椅子被人家踩在上面 你不觉得荒谬吗 我看到那个副总招嘛 大家去这个守护主席台的时候 他站到椅子上面 我觉得刚刚有几位来宾他们说 今天复昆吉是给韩国瑜难看 这是刚刚的说法 但我今天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今天要通过 蓝营在野阵营推出的国会改革无法 然后我们没有人去排队 蓝营在野党统统统没有人去排队 那不会有冲突啊 怎么会有冲突 那你就按照程序来 这个法案就过不了 为什么按照程序来啊 信不信今天的讨论就会完整反应 就会变说你看韩国瑜 这个傅昆吉一样不给韩国瑜面子 连这么重要你们自己列为优先法案 都不去守护 我说老实话 解读都一样 结果都一样 所以我认为今天傅昆吉总招 或者是我们今天国民党党团 去做这样的一个守护 这是应该的 但我觉得好再讲回来那个椅子的问题啦 刚刚不管是讲Chairman或者是怎么样 Chairperson 你今天坐在那个位置上 当然这件事情就是看韩院长他自己心情如何 韩院长能不能接受 那张椅子不只是韩院长 那张椅子是代表我们立法院代表全国 他怎么可以 那代表人民 因为立法院是人民名义的代表 所以那张椅子也是代表名义 你怎么可以踩在上面 我要问的是这个 所以我觉得今天重点是 那我反过来问好了 今天有这么多民进党委员 是要爬上去 到意思说在立法院院长的桌子上 怎么没有被讨论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平心而论 他要讲 大家都爬过 我要讲这个 我要告诉大家 那个其实象征不一样 因为国家的象征 不会说每一张桌子都是象征 会只有每一张椅子都象征 不会象征会只有一个 所以立法院长那张椅子才是象征 所以这一点 方伦我必须要让你了解 所以不是每一张都是象征 如果每一张都是象征 那我们选代表干什么 我们选立委干什么 每个人民都可以 两千三百万大家一起来打架 所以象征就是我们选出立委 立委里面象征立法院的那一个人就叫做院长 他的椅子就是象征就叫Chairperson Chairman 这是我们常常 甚至英文你不用讲Chairman 你讲Chair人家都知道 Chair就是这个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讲说 好那其他的椅子 其他的桌子 我就这样讲了 我怎么把他扩张太过了 不过立法院是名义最高殿堂 公都盟还有很多的民间团体 民团都出来呼吁 蓝绿白三党主席出来 共同解决国会的乱象 让社会大众现在对立法院 留下的印象是什么 破内障 丢水球 打架 这都国民党 打架是打了以后 那就是通通有了 还没有打之前 是什么 大家都在想 国会改革法案 未实质审查 民团批民众党助走为虐 柯文哲应该表态自止 所以换句话讲 其实这么多年 立法院没有再打架了 但是在94年95年 打得很厉害 我那时候在当立委 民国94年 我也在当立委 那时候是打得最厉害的一年 有一次我是没有爬到上面去 结果有一个立委姓岩 他突然间 因为他站在王静平旁边 突然间他把一个 浴室桌上面 王静平旁边上面 有一个在放什么印台 什么纸张 这些的一个压克力的 四方形的一个盘子 他突然间 很用力的这样甩出去 所以那个盘子是这样 你知道四方形的 那有脚 你想如果这个是那个盘子 这里有脚 这个脚这样飞出去 这样飞 就我看到飞过来 就朝我这边飞过来 他是不是向着我 向着旁边的一个立委飞过来 往他的头上就飞过来 这要是砸到的话 万一砸到眼睛 眼睛一定瞎掉 砸到头一定头部血流 所以我很急 我就手去把他挡了 其实离我还有大概这样的距离 我就把他挡 结果你知道 我挡住了 那个立委是吴炳锐 我帮他挡住 就挡住以后 怎么那么衰啊 如果这个盘子如果这样飞过来 这样转啊 在转的时候这样飞过来 刚好是这样子的话也没事 痛一下就好了 就刚好这个脚打到我的手 我当下只觉得一阵 那种痛 痛到你挨不出来 整个脸发白 我被送到 马上到那个医务室 医务室马上帮我打一针破伤风 因为怕说那个 然后呢 去照X光 手盘裂开 骨头裂开 裂开哦 你知道多痛啊 然后裂开了以后呢 我问医生说 阿比安爪 要不要打钉子 他说 因为在这里 手术也不对 他说 你就痛三个月吧 他自己会 自己会黏起来 我就这样子痛了三个月 吃饭的时候 拿筷子都很难过 那个时候立法院 才真正的是冲突成这个样子 可是看到今天的冲突 其实是不必要的 国民党多数 立法院是你们的 你上去以后 你挡住 挡住主席台 让那张椅子空的这样就好 那可是不是 从一开始都看出来 傅君旗就是打算要打架的 所以他站在上面指挥 很清楚 而且呢 一案 那就讨论协商嘛 协商完了要表决 如果没有协商就表决 那是国民党不对 没有协商就表决是国民党不对 协商以后再来表决 民进党要挡 那可能就变民进党不对 然后至于有没有违宪 那再去视线嘛 可是国民党是连协商连讨论都不给人家讨论 通通不讨论 直接把法案立即要付诸表决 所以这个是除了实质内容违宪 程序也违法 程序违反立法院多年来的议事规则 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个问题 让大家来了解 所以那个时候 我在当立委 94年那个时候 虽然打成那个样子 讲个难听话 民进党是少数嘛 说打也不贏了 连打都打不贏了 打也打不贏了 为什么 国民党人太多了嘛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这个事情的发生 我把这种状况 所以民众去想一下 到底谁应该负责任 我们有资深记者在这里 很年轻的资深记者 叫做陈敏凤 我觉得这件事情 完全就是傅昆奇联合黄国昌 在玩弄韩国语 这个东西就是说 每次就每次要召开这个朝野协商 只有程序部分 同意朝野协商 就说我什么时候排案 自然而理 可是你法案 到了这个委员会的时候 用一个你也知道 法案到委员会是最重要的 内容每一条要召开 召开朝野协商 可是在这一部分 还这个傅昆奇 完全不管朝野协商 完全不愿意朝野协商 然后一开始有朝野协商 就开始骂柯建民 什么乱搞什么东西 然后韩国昌就在旁边 吹喇叭 然后敲鼓 说对对对 柯建民就是一个什么只会 什么乱搞的人怎样 所以搞到这些法案 通通没有在立法院里面 进行过实质的朝野协商 跟讨论 所以你今天硬要强渡官山 马上就三读 过了一个月的冷冻期之后 就要三读 谁受得了呢 谁能够接受 而且这法案很多内容 都侵犯行政权 司法权 通通有违宪之余 的情况之下 你竟然要韩国瑜 用这个所谓表决的方式 通通让你强渡官山 三读通过 这合理吗 这个不抗争怎么可能 对不对 所以说我要问傅昆奇跟黄国昌 为什么你打破所有过去 当民养市这个多数的时候 都会尊重你们少数党 在委员会里面 进行实质的内容的朝野协商 尊重你们 可是当你们变多数党的时候 通通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只要是实质讨论之后 你们就开15分钟 就散会 那次不知道谁开了 15分钟就散会 完全不讨论内容 那个那个人 那个人还是读法律的 应该应该是他们的 吴宗憲 所以我请问一下 你们国民党 为什么进行国会独裁 为什么这个内容这么重要 这么扩权案 这么侵犯宪法的案子 不用实质的朝野协商 不用讨论内容 所以我觉得说 现在表面上 你看哦 私底下傅昆奇 吃饭的时候都会讲说 哎呀 韩国瑜是我大哥 我不会 我一定会尊敬他的 我不会跟他选什么院长什么的 私底下 他跟黄国昌两个起来 蓝白就是在立法院联合玩韩国瑜嘛 然后玩弄全国人民 玩弄所有立法院的委员嘛 所以这种国民党真的是糟糕了 我看到我今天的这一个 我把以前跟现在做个对比 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看了以后 我心中是有很多的感慨 因为我那时候在当立委的时候 我讲实在话 那将近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我那时候只要院会 大家准备全副武装 为什么 女孩子绝对不可以穿裙子来 记住要穿长裤 因为日本曾经发生过 日本国会也会打架 你不要以为 大家讲说台湾国会打架 这个什么很丢脸什么 一点都不丢脸 我等一下讲个道理给大家听 日本的国会 就几年前而已嘛 大概十几年前而已嘛 也是打架 结果有一个新科的女立委 他们的女国会议员 没有经验 竟然来穿裙子去 结果一打 一跳上椅子上 被人家一拉 整个裙子拉下来了 走光了 跑光了 走光跑光 不是人跑光光 大家听得懂意思吗 然后呢 我再告诉大家 美国以前的国会 美国早期 他们的国会曾经发生过枪击案 你们知不知道 有人带枪进国会 意见不合 再告诉你英国的国会 早期 你看英国的国会 他们现在是内阁制 然后国会 你看前面他们在 开会的桌子好长 为什么那么长 大家知不知道 然后一档桌那边 一档桌这边 为什么 因为以前啊 在18世纪 19世纪 贵族啊 尤其那像他们的上议院去开会啊 要带一把剑 因为带剑就是表示这是一个 因为他是一个绝世 但是一言不合的时候 剑就拔起来 那西洋剑 好 结果呢 就开始厮杀起来 所以最后呢 就拿一张桌子长长的 然后呢 当两边把剑拔起来的时候 要伸出去 都没丢 因为桌子太长了 还有距离 比一比 比不到 也不会碰到 好 收起来 再谈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好 那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 民主国家这样好吗 那我再告诉大家 如果 支持民进党的人全部上街头 支持国民党的人全部上街头 在街头打架 你看我们台湾社会会怎么样 所以当这个社会 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我们选出代表到国会去 打架 你们就代表全国民众打架 我们社会还是很和平 立法院打架就好了 所以有时候 你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把冲突一直缩小 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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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小到最后 社会的冲突缩小 到立法院去 到立法院解决 纵然有打架 也只是在立法院 我们社会不会分成两大群 在那边打架 如果两千三百万 各分一千万在那边打架 那还得了啊 那还得了啊 那可能在工厂要分两遍打架 哪里都要分两遍打架 还得了 所以让立法院去打架就好了 所以你用这个角度去看 民主不是完美 但是民主有它可爱的一面 有它的缺陷 它很大的缺陷在这里 很难解决 可是这个很大的缺陷 其实在整个民主社会 这样看起来 当我们把冲突缩小以后 So what 又怎么样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在想 立法院是名誉最高级 电堂 我在大学教书 学生也问我 老师 你在当立委的时候 我会想法 我说有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 但是我就把 刚刚我在讲的这一段 让他们了解 他们想一想 那也有道理哦 也有道理哦 所以议善 其实 今天的这个打架 其实不必要 我们看出来 显然国民党是故意要引战 对 所以你看他们都 有的穿着那个护走 那个护走在 我们以前在立法院打架的时候 架拐子 那还得了 还加上护走 那一路就 一路就大事很大 这边黑漆而已 有时候送他 是 对 当家不闹事 但是国民党拥有国会多数 竟然闹事 叫多数加暴力 贏掉还要贏完 贏完之后 还要给你踢两拳 这个就是现在国民党 在国会的表现嘛 而这个国会的表现 很多民间团体说 呼吁三党都要坐下来谈 我讲白一点 不是这三党党主席的问题 现在整个立法院 就剩下黄富兴党部 黄国昌 傅昆吉跟徐晓星 出来讲话 而所谓的今天要通过藐视国会罪 最藐视国会的就是这三个人 先把这三个人判三连抓进去关 我直接讲 谁在藐视国会 就是你们这三位立法委员 今天的表现就叫做藐视国会 而必须跟全国人民交代嘛 为什么这么讲 包含徐晓星 你拿党旗吹直笛还藏碍器 包含你黄国昌 找驾草喷口水 制造假车祸现场 包含傅昆吉 你竟然站在韩国瑜主席台的上面 你把韩国瑜踩在脚下 整出戏就是你傅昆吉所搞出来的 因为他没收了韩国瑜的政党协商的权利 不要忘记了 政党协商谁主持 就是韩国瑜主持 本来冷冻三个月之后 应该进入政党协商 应该由韩国瑜来主持议事的 而傅昆吉竟然是要直接进行表决 那不是把韩国瑜的权利 把他没收吗 所以傅昆吉今天针对的 明指的是民进党 但是实质指的 就是你韩国瑜 傅昆吉要跟所有国民党的立委说 我才是老大 要跟黄国昌讲 我才是老大 以后你们都不要去找韩国瑜协商了 都找我傅昆吉 因为傅昆吉可以私底下给你们好处 台面上我可以跟民进党对抗 这个就是傅昆吉要的嘛 所以未来国民党 如果继续让黄复兴党部 主导整个立法院 我直接讲了 民进党拍手叫好了 2026年你们国民党真的不用选 所以看到今天其实立法院的这些冲突 对我这个当过立委的那种感受 也曾经在立法院因为这种冲突 都经历过 心里是有很多的感触 所以大家在想一下 在国民党绝对多数的那个时代 尤其有老立委的时代 民进党在立法院只有几席 十一席 两千零八年民进党 全国立委总共选上十三席 最后加上不分区二十七席 不分区十四席嘛 选上十三席加起来二十七席 那国民党分成三等份 每一次投票各方面都派三分之一出去 另外三分之二放假 出国去玩 嘿也不必来跑选区 三分之一来跟你民进党拼就好了 还是赢 所以他们每三个礼拜可以放假两个礼拜 但是说话也这样过来了 民进党也这样过来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其实不要约国会多数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当2008年民进党只剩十三席 曾几何时2016年 民进党变成绝对多数 一赢赢十几席二十席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种状况之下 难道真的把民意 把人民当作视为 视人民为无物吗 是这样子吗 大家去深思 这是怎么一回事 要去了解 这个冲突的内涵是什么 不过国民党 当在520 我们新总统要就任的时候 这个时候中国一直给台湾压力 可是国民党竟然明天 马文君执意要考察太平岛 要登太平岛 显然是要把520的 这些重要国家大事 把它给淡化 然后配合中国 所以李坤城说 马文君执意考察太平岛 国际社会麻烦的制造者 国民党是国际社会的麻烦制造者 就像是为了中国统战 做好种种前置准备一样 把它合在这里看 就是这样子 蓝白立委明天要登太平岛 学者宋陈恩说 借着义和团似的口号 按住中国 义和团似的口号就是 你把一支破雨伞拿起来 转一下子弹打过来 就会被破雨伞弹回去 那个叫做义和团 再看 学者认为是向耐清德施压 你们要去太平岛 要向耐清德施压 推测越南菲律宾将这样回应 这个蛮重要大家看 这是越南学者 不是台湾的学者 越南的学者黄新光认为 台湾在野党立委 旨在施压 将上台的耐清德政府 越南想保持 与台湾的友好关系 可能只会象征性的抗议 菲律宾可能会采取 类似的做法 就是说 不然大家都来登岛 不然我们大家立委 都来去登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为什么钓鱼台 日本会自治 叫他们的国会议员不要去 我们也一样 中国也一样 大家都会自治 你看日本跟韩国冲突的独岛 或者叫做主岛 也是一样 他不会说 国会议员要去什么 他们都会 大家不要去引起 这种区域的紧张跟冲突 那为什么国民党 非要这么做不可呢 看个相关报导 国会朝野一片乱糟糟 院会沿荡也让原定下午4点 要从立院前往松山空军基地 启程飞太平道考察的 18位国民党民众党立委 清晨受到迎下 即使到凌晨3点 我们明天早上一早还是出发 下午的飞机大概是来不及 那我们现在就是不管是高铁也好 或者明天凌晨再搭机到平东机场 照为马文军计划 暂定改为17号晚间10点起飞 出发太平岛 若还是来不及 就改18号清晨6点的飞机 马文军说什么 都要把蓝白立委带到太平岛 但近来南海情势升温 中国与菲律宾15号 还因民主交再发生冲突 敏感时刻 蓝委坚持不太平岛 也让民进党立委担忧 将造成美国菲律宾等 民主同盟国家压力 与负面的国际小益 太平岛其实身为一个立法委员 你要考察是可以的 可是现在在南海的情况 中国正在滋事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不应该选择在此刻 来上太平岛的 台湾今天你是要站在中国的立场 透过太平岛让中国的人 把台湾跟中国拉近 破坏台湾跟菲律宾的关系 还是你要像在越南的台商一样说 我是台湾我不是中国 国民党立委所不敢回答的问题 你是不是在暗住中国 怒辟蓝白不顾国际情势添麻烦 学者连四问 质疑两党就是在配合中国 弱化我国国防 好大家看一下520将至对岸 扩大侵劳 就国民党要去登太平岛来配合 共产党演出这一句吗 演出来施压我们的政府吗 中国往公国机关 政委每天有250万次 民进党说台湾新政府520就职 已经预料到中国会采取一系列的施压 不过这时候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将出席520就职典礼 他指中国不满美国派代表 反而凸显中国的弱点 嘿怎么来看呢 对为什么国民党这时候去会被人家认为说 是在配合中国的操作 我给大家看一下最新的新闻发生的事情 因为国民党看起来是5月18号的时候要去 对不对 那你知道最新的新闻在这个地方 5月15号的时候 因为你看这个标题叫做南海情势恶化 5月15号发生的事情是菲律宾动员上百艘的民间船只 这个进发到黄岩岛要宣示他的主权 然后呢5月16号的时候呢 是中非对峙升级 然后中国出动数十艘的舰艇 拦截菲律宾的抗议船队 所以双方的对峙是在升高当中 菲律宾是派了上百艘民间的船只 而中国是出动数十艘这个舰艇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双方的照片 其实都已经公布出来了 而这都是这个像纽约时报中网国际媒体的报导 所以一个5月15号 一个5月16号 那我请问一下 你5月18号去的时候 这不就是整个事态正在热烈发展进行中吗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看从国际的局势来看 菲律宾也好 越南也好 整个南海的态势 这个地方正在局势冲突在升高当中 而台湾这个时间去 那我请问你 台湾的国会议员这时候 如果到这个 我们就讲说到太平岛去的话 会不会成为国际媒体报导关注的焦点 当然会啊 那如果你是菲律宾跟越南政府的话 你要不要提出回应 当然会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当你介入了之后这时间呢 你等于说对菲律宾跟对越南的外交关系呢 大家势必会进入到比较紧张的状况嘛 这个我就要问一件事情吧 请问我们的民众会认为 国会议员让自己的国家在外交上升高到对邻国处于紧张状态 这是正常的事情吗 不是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讲 国民党这次去的行为 你看我们三月份讲的时候 当时紧张态度在升高当中了 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呢 即便到十五号十六号前两天的事情呢 都还是进行事 都还是紧张的状态 所以你五月十八号去 你只是处于火上浇油的状况 怎么看呢 我这次国民党要到立委要去登太平岛 其实刚刚那个新黄兄讲的没有错 他是不顾区域紧张的情况 执意要去 这跟之前傅昆奇要去中国 是不顾花莲地震震灾 执意要去 为什么这个时候都在五二零之前 要执意做这些行为 太平岛他其实不只是军事上面 目前紧张状态 他从南海仲裁开始 法理上也是兵家必争 那国民党立委到太平岛去 他要讲什么话 因为为什么说这个地方非常紧张 是因为美国跟菲律宾 世界无名国家是站在一块 中国是直接不承认南海仲裁 今天国民党立委到那边去 到太平岛去 他要怎么样去对那边做 做声明 至少是代表台湾的民意代表 台湾的立法委员 他要怎么讲 都还是国际一定会关注 那如果这点表态错误 那是不是造成台湾的麻烦 另外一个是什么 五二零之前 其实大家都质疑说 你看傅昆奇要去中国 然后蓝云硬要去太平岛 然后中国还是持续 每天现在已经达到 两百五十万次网路攻击台湾 两百五十万次 五二零前两百五十万次攻击 是什么样的概念 最近大家可能在网路上也看到说 他开始跟你讲说 即将担任国防部长的顾立雄 没有当过兵 那怎么带领国防部 这种假消息 也在网路上做梗图 做各种消息 然后我才拿到说 这个就是顾立雄的 当年当排长的退伍令 这个是直接打领这种假消息 但是这种网工 每个 每天不是每个月 每天两百五十万次 在攻击台湾 五二零之前加强攻击 军事上一样还是持续绕台 然后蓝云 还是持续 大家认为迎合中国 这个是台湾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 所以他那个假讯息说 顾立雄没有当兵 而事实上顾立雄 他的退伍令就在这里 退伍令就在这里啊 看一下他应该是预官几期 他预官几期 三十期 然后是排长退伍 那显然他是读完研究所才去当兵 为什么 因为顾立雄跟我同年的 然后我 对他没有没有没有 他毕业就去当兵 他没有读完 他读研究所之前去当兵 为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是读师专嘛 对 我读师范专科学校台北师专 我是二十岁毕业 所以我是预官二十八期 然后呢 因为大学要再读两年嘛 童年 所以我六十七年预官二十八期 他六十九年大学毕业三十期 对他三十期 他是你学弟 显然这些假讯息 你看公级网公 真为每天两百五十万字 这种假讯息说顾立雄没有当兵 怎么当国防部长等等 那顾立雄现在拿出来有当兵 怎么没当兵 预官三十级 少卫军官怎么会没有呢 所以从这里来讲 那去太平岛干什么 为什么要去配合中共呢 这怎么一回事 明鳳怎么来看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在利用这个所谓五二零之前 中共一直要打压我们 你不只是网攻我们的机关两百五十万次 你知道现在飞越整个台湾海峡 或是靠近台湾海峡的这个中共的气球是美日倍增 达到最高峰是在这个所谓选举的时候 现在也很多 而且这个气球是飞越时候 是有掠取情报的功能 这个东西是国安会最新的这个报告 然后透过外媒转述出来的 所以说今天中共对于台湾五二零之前的这个情搜 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步 然后今天整个印太地区的这个规模 跟这个冲突 难道国民党不知道吗 国民党可能不知道 所以他的茶会才会去邀请俄罗斯 搞到欧美都很火大 所以像这种像这种国际知识都没有了政党 然后乱搞国内只会接受这个中国指示 好我五二零之前要你做什么行动 我就你就做什么行动就配合吗 这个什么哪一天太热了天气不好 你就延一天也飞也在五二零之前 我觉得不必了 我觉得你们这些国民党包括泄漏机密文件 包括马文金的机密案都还在审查 在五二零之前在乱搞一些有的没有 配合中国的网工跟这个气球的 收集的这个情报的行动 已经造成台湾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安全 那你现在又配合 这个中共五二零的扰乱行动 只会让国人更不耻而已 放轮想不想去太平岛 我说老实话我想去 我说老实话我真的想去 因为这个是我们中华民国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疆域 但是今天我觉得今天大家讨论的就是包含国际情势 包含越南包含菲律宾的一些争议 对不对 如果今天真的不能去 那请政府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 那五二零又再去啊 人家已经跟他讲了 人家早就讲了 什么时候才可以去 五二零又再去没有人会反对你啊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奇怪 而且蔡总统任内花了17亿盖了码头 我跟你讲 我们应该去看一下 太平岛是这样子啦 我让大家知道一下 太平岛其实我们很多学校的学生 申请科研船都去了 对 我举个例子 譬如海洋大学 他们海洋研究的团队申请 会让他们去 而且去的时间还蛮长的 譬如说读国际法的 因为海洋大学有个海洋法律研究所 我就是那里毕业的 也是那里的教授了 所以啊 那个学生啊 研究所学生说 那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国际法的 所以他们去 不过他们去都是坐船 所以我也认为说 你要知道那个港口怎么样了 花多少钱怎么样 那你立法院就坐船去嘛 你干嘛坐飞机呢 你坐船去你还知道嘛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勇哥讲得对 先跟勇哥报告一下 我是御官五十一期 查我太久了 你查我几年 查我二十三年 查多少 好 我跟大家報告 国民党的重点是什么 当然都可以去 问题是国民党去 是说要宣誓主权 南海主权有几个国家有争议 越南菲律宾 然后中国对南海主权有争议 争议从二零一三年开始 就是在讲什么 在讲这个所谓的中国 宣称有九段线 然后国际法庭仲裁 好 这个是有争议的部分 没有争议的部分是哪里 对不起 中华民国的太平岛主权 是没有争议的 什么意思 菲律宾 菲律宾间没有主张 对太平岛有主权 越南没有主张 对太平岛有主权 印尼也没有主张 对太平岛有主权 那就怪了 没有人有争议 你要去宣誓什么主权 讲白就是这个嘛 现在跟在南海这个广大的海域里面 有很多的岛礁 唯一跟全世界有主权争议的人是谁 中华人民共和国 唯一跟全世界没有争议的是谁 中华民国 然后你这一群中华民国立委 要跑到太平岛去宣誓主权 然后中国让你开心 两岸共同宣誓主权 你看中国是不是这样讲 你这是怎样去唱双航给人家看 在全世界都觉得中国莫名其妙的时候 你们跑到一个没有争议的土地 说我们要去宣誓主权 你也帮帮忙 你要宣誓主权 不然你去外蒙古宣誓好 外蒙古不是宣法我们的 怎么去外蒙古宣誓 对不对 你去蒙古宣誓好 怎么去蒙古宣誓 走到太平岛 人们觉得很奇怪 美国 菲律宾 越南都说 我宣誓什么主权 本来就你们啊 想想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开心 你看 对 太平岛是我们的宣誓了 所以旗边周遭都是我中国的 他要是这个嘛 你就是国民党就是配合 我看国民党就是这样子 就指点你不去 要飞一千多公里跑去太平岛 去帮中国这道卫虎做唱 其实整个南海 观众朋友很多人不懂 因为我曾经在大马路碰到 他在问 我这到底是怎样 南沙是怎样 太平岛搞不太清楚 我也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上个简单的 太平岛的情势跟法律课 太平岛 其实它是在南沙群岛里面的一个 最大的岛 唯一的一个有淡水的岛 唯一一个最大的岛 上面有树木有什么都有 有淡水 所以可以赢人的经济生活 人可以在上面生活 其他的岛都不能生活 这第一个 那这是南沙 南沙当然很多岛 每一个国家都在那边站 有总共六个国家 当然中国都说五个 因为他不承认台湾 事实上有六个申锁国 声音的申 索取的索 叫申锁国 六个申锁国 那整个南海 其实还有东沙群岛 那没有问题 东沙群岛全世界都承认 那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 没有人对主权有争议 所以我们很多学海洋法的 或者学海洋研究的等等 都跑到东沙去做研究 那东沙有很漂亮的一些保育类动物 譬如说柠檬沙等等 我也让大家知道 东沙是我们的国家公园一部分 海洋国家公园是内政部主管的 也让大家知道 不过我们所有的这个太平岛跟东沙 都没有军人 只有海巡 只有海巡 让大家知道 那另外呢 还有什么 还有西沙群岛 那西沙群岛最早 是在蒋介石时代是台湾控制的 然后后来呢 因为台风的问题 退回来 就退回来又被越南占领 所以那时候蒋介石曾经考虑 要派军队把他抢回来 但是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是 1971年 台湾可能会被迫退出联络国 所以那时候菲律宾要表决权 所以不敢去动 万一菲律宾投反对 赞成票赞成台湾被out 结果没有去打 没有去打结果 还是被逐出联络国 这是1971年 民国60年 那后来呢 在19 民国67年 1987年的1月 中国突然间 去打了西沙 结果把越南打败了 把西沙占领了 西沙有个岛 最大叫永兴岛 结果现在西沙是中国占领的 所以每年的1月 你去越南都要小心 台湾人没问题 中国人 有时候越南人会很生气 因为他们有个抗议了那一天的日子 这是西沙 另外还有一个叫中沙 中沙啊 百分之九四九点九 很多岛 百分之九四九点九 点九 当潮水升上来的时候 岛就不见了 那个叫做低潮高地 我们叫做暗沙 其中只有一个 涨潮的时候会浮出来 黄岩岛 只有一个 现在刚刚你秀出来的就是 菲律宾要去 就中国可能会 要去黄英打 可能会抵制 好 我把整个 大概跟大家讲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那里 那里为什么大家要抢呢 其实要最大的资源 第一个 它的底下 有很多的石油 还有天然气 第一个 第二个 那边是 很重要的渔场 很多的渔 大家在那边捕鱼 很多的渔场 还有最重要第三个 那里是 国际贸易的重要航线 国际贸易航线在那里 每天有很多很多的商船 都进过那里 好 让大家知道以后 所以就知道说 欸 易善 为什么那边会这么的复杂 原因就是在这里 对 那我们当然 我们的主权没有争议的 那对于其他要去挖掘石油等等 那个大家可以来 来搁置一些争议 大家共同来开发 那个是要来来谈判的 我们干嘛这个时候 欸 啊那里面照样 插回啊 对 富贵旗 之前说过 说我们太平岛下面有 1.5兆美元的石油的资源 我要跟富贵旗 副总召讲 中油公司开采了 探勘了三十年 发现没有付藏所谓的石油的资源 所以不要再讲所石油的问题了 韩国瑜挖不到 你富贵旗也挖不到啦 富贵旗 富总召 你其实非常清楚嘛 你就带了十六个国民党立委 回来之后 你的所有的立法院文书里面 我们就不能叫做中国了嘛 我们只能叫做大陆嘛 我们就不能叫我国了嘛 我们只能称为台湾了嘛 你就是附和中国所谓 一个中国政策嘛 一个中国政策在南海有什么争议 因为中国主张南海是中国的内海 所以九段线跟十三段线嘛 所以他跟菲律宾之间 现在就有很多的 这个九段线十段线 我要稍微更正一下 以前我们叫做十一段线 后来在北部湾 北部湾就是在广西省跟越南中间 以前夏隆湾那旁边 那个叫北部湾 北部湾后来他们已经化解成功 所以现在变成九段线 所以是九段线 你十一 十三 还是要跟正一下 不是十三 是十一段线 有这些争议的情况下 菲律宾跟中共最近已经在南海 有不断的所谓的武装冲突 包含渔船 甚至是警备船都已经在互射了嘛 在南海这么危险的时候 说真的你们国民党的立委有勇气 请坐船去帮忙绕军一下 坐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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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们绕军 带一些饮料给这些国军 我肯定 但是不要呼应所谓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因为不要忘记了 现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 所谓的美国 日本 菲律宾 已经形成了一个军事联盟 当然包含台湾 所以你傅昆渠所谓去太平岛 如果主张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 帮所谓的当中国的小弟 你会让台湾的国家安全陷入了一个危机 你选边站 选了中国那边站的时候 那未来所谓的台湾安全 国防安全要如何来顾及 这个东西是国民党去太平岛 我们最不希望看到台湾 陷入所谓的国防安全问题的 很重要一个原因 所以秦皇 国民党跟民众党 加上去 选要去 那我说没关系你520以后再去 就不必去帮中国来降低宣传 来侵劳我们520的就职典礼 然后另外你去 你应该去 如果说你应该去的话 那你应该要坐船 你不是要知道说港口坐得怎么样吗 你要看港口你干嘛坐飞机 你应该坐船 然后才知道说后船怎么靠港 对不对 方伦一直点头 方伦赞成做船 这一点我倒是挺赞成的 因为我们这次去 是17亿 那个要去看的是港口 两个礼拜来回 所以这个马恩卡在一起 我们当然会有问题 520之前 因为同样卡在520之前 跟区域局势紧张的时候 这时候声量跟整个态势 是可以拉到最高的时候 简单来说 他们现在就是用声量政治当考量 要不然为什么 你现在身为国会的多数党 自己是国会多数党 在国会里面还要用抗争的手段去进行 这就是标准声量政治的呈现 所以在520之前 他的舞台的冲突性 达到最高的时候 声量可以达到最高点 520过后 总统就职的那个压力点 已经过了之后 你的冲突点开始慢慢的往下的时候 你要透过这个议题 再刷起来你的声量 难度相对就比较高了嘛 刷不起那么高的声量 去那一趟 你看 点